所謂,三國多名將,有無的非將呂布, 找萬良的關羽,歸鎮蕭瑤津的將領。 當然更有運仇惟惡的統帥, 比喻達子駕長老夫非依滅,的周瑜, 出色未截身先死的諸葛亮, 這些史兩的名字。 組成了強賴的三國名將群, 但在這三國的名將群中, 卻有黑偉特殊的名將, 這必是龐德,出身西領的他,很早就沙溫, 因為勇猛一直被啟拔, 當時馬超攻擊兇奴的時後, 發現了龐德武藝居然和自己不相上下。 兩人在戰場上掌握目的人頭也相差無幾, 戰爭結束後,馬超把龐德稱為自己的副將。 和自己並肩作戰,龐德也對得起馬超的栽培, 曾經有一些對兇奴作致死。 他趁手斬實了三名兇奴先夫長, 並不死兇奴退兵, 龐德的大零也在西領和兇奴兩地傳來, 就是他的靈氣一直被也超壓制著。 馬超,他所屬的地一是西領一直是龐德的上世, 馬超生加過的戰爭有很多。 就比搖越在一世戰爭中, 他若逃遭死無葬身之地, 最後沒有獲得自己的功勞, 反而若我超奪去了, 龐德在決利了我超的掌管之後, 就變成了曹操的一個下屬。 其實他的名氣是在死了之後, 才被大家所提起的, 並且傳被大家所廣泛的傳播。 他死掉的那些戰爭是凡城之戰, 這一戰也就亂關於的名氣大了起來。 同時也視他自己曾為的一世戰滅在備, 關羽捉住了之後, 他若若讓也不肯投降, 他若為如投降了, 他就再也抬不起投了, 誰不如死了信了, 因爲關羽和龐德之間。 沒有殺過人恩仇, 龐德一戰差點射死關羽, 而關羽活足龐德後, 及沒有計較這世。 反而誠心勸浪, 是龐德求死, 最終關羽無奈之下, 這在城上的龐德。 所以關羽和龐德之戰, 無論誰死誰生, 都視為國軍勾, 可龐貴腳以此為由。 隔滅關羽迂門, 且全是關羽被殺, 流星球降之後, 這是,為父報仇。 全是勒殺無辜, 所以龐貴這種行為, 歷來被人所不捨, 豈華根附陣龐德比起來。 龐貴只能成為小人了, 驕龐德威名, 各方面, 各方面, 靡聾, 雷奸雅。 有wing靡聾, 雷奸雅。 誠心勢監製衣、